最近对于游戏行业监管的忧虑 引发国内游戏产业一哥腾讯股价大跌 4个交易日累计下跌8% 市值蒸发近4000亿 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快手的市值 腾讯的股价在2021年1月25日到达766.50港元 创下历史新高 当时的市值达到7.35万亿港元 比5年前高出4倍以上 但是在2016年至2020年的5年间 腾讯的总收入增幅为2.17倍 毛利增幅为1.62倍 较能反映其持续性经营业务表现的 精调整Abit的增幅为1.74倍 其中盈利能力较高 占总收入于三成的游戏业务增幅只有1.2倍 如果说市场是理性并崇尚价值投资理念 这4倍的股价涨幅 仅仅考虑游戏发展潜力这么简单 腾讯在年报中指出 其主营业务是提供增值服务 网络广告服务 以及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 其中增值服务包括社交网络和网络游戏 事实上 自2005年以来 腾讯一直保持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入 也就是说其核心业务持续提供正现金流入 这使得腾讯能够累积起庞大的现金 简单来说 自由现金流就是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扣除资本支出的差额 从增长6倍 可以看出腾讯投入的资金规模 相对于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收益在不断缩小 即对比于5年前 该公司每一单位的投入所产生的现金收益要高出6倍 监管措施显然将对腾讯的核心业务带来影响 而且当前市场环境对其投资前景的打击也不容忽视 这些因素将影响其盈利预期 另一方面 目前全球都在关注通胀 因为一旦通胀超出预期 全球资金成本将上升 腾讯一些国际投资项目的估值也将遭到下调 而正如前文所述 腾讯的估值也反映了其潜在的投资收益 一旦预计到投资收益不达标 市场自然另于给予其高估值 所以在短期来看 腾讯的股价仍将受到监管市场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难言乐观